这次来到舞台2023 作为舞台推荐人 你希望给选手们 带来怎样的帮助 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子上了 因为真的 我们舞台2023里面的 舞台歌手们 他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惊喜 所以我就是希望能够 更进一步地 真实地可以帮到他们之后 我们中间其实有一段 应该比较 我觉得比较近的一段交流 我会发现他们 每个人都很有个性 然后每个人 无论是技能上 还是个人魅力上 都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舞台2023 真的大家一定可以在里面 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宝藏 就像自己可以像一个学长一样 把自己以前 自己做的那些笔记 去给他们看一下 万一他们觉得 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他们可以看看那个笔记 如果觉得没有帮助 那就提供另一条思路吧 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 生日的舞台可以举例一下 很多 如果是出舞台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看玉子的 哇真的是 那个舞台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它表现力非常强 而且非常年轻 而且我觉得 大家要去向玉子学习的是 他身上的那股气场 因为就是对自己 非常的理性的认知 以及对自己很清楚 自己是什么样子 他真的也是一个 情绪非常稳定的人 心里很强大的人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可以去 怎么说呢 去感受一下吧 然后还有姚涛 我觉得一个人的笔触 是有魔力的 就是我不停地就在节目里 看到这些创作型的歌手 我觉得他们 为什么可以把我心里的感想 把它拉出来写得这么好呢 就每次就会很感慨 就真的是 哇想要那样的一支笔 是个比喻啊 请用咆哮的方式 给大家暗恋一下 舞台2023这个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舞台2023舞台推荐人周深 大家快来看舞台2023吧 2027TV6中国电影报道 报道周深在国家大剧院 演唱灯火里的中国 仅仅过了几天 周深再次登上中国电影报道 7月27号中国电影报道 报道了周深首尊蜡像 亮相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报道中介绍 今年是周深出道九周年 周深现场除了感谢粉丝 一直以来的陪伴之外 还分享了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报道截取了现场的采访 周深回顾演艺之路 说最大的改变是 一开始想成为 某个自己心中的歌手 希望向偶像靠近 后面慢慢的变成 想成为属于自己的一个歌手 报道中介绍周深说 出道至今 周深曾经为大鱼海棠 姜子牙 世神令 流浪地球2等多部电影 现唱过歌曲 并说唱而优则演的艺人 不在少数 未来不知道周深 有没有演戏的打算呢 周深说 先好好唱歌吧 但不会抗拒 不一样的挑战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 愿意去尝试 周深也完成了 人生的历练与成长 并问 你们最希望 他扮演什么类型的角色呢 小编觉得 周深可以演一个 表面可可爱 但是背地大佬的戏码 你们觉得呢 多首周深 今天这个小内达唱的真不错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觉得我谢谢你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脚抓了三目的 哈哈哈哈 那这次来 DMEA 遇到哪些老 新老朋友 没有打一下招呼 在后台 这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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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他 端天亮了 感谢 感谢教练们的点亮 哈哈哈哈 因为就是 老师们都比较忙 没有没有在私底下暂时遇到 就就在上下台的时候 有遇到拉拉 好久没有见拉拉了 对对对 你刚刚在请房间吗 看你一出场 就获得全场媒体的喜爱 但你其实是一个哀人吗 对呀 知道你是怎么做到 开朗的像个一人 然后一下就俘获了 所有媒体老师的心 好 那当然是所有媒体老师们 够礼貌 给我这个哀人一点点面子 就稍微照顾了一下 对虽然我其实非常内向 但看老师们这么热情 就没有办法 就自然自动就变成了一个 比较外放的人 就不辜负老师们的热情 哇 真会说话 为什么喜欢周深 相信很多人肯定会说 始于歌声 限于才华 小编问过身边的一个生米 你为什么喜欢周深 是因为它是你理想中 偶像的样子吗 生米想了很久回答到 不 因为它是我理想中自己的样子 小编认为周深是属于 后继勃发的类型 它并不是一出道就一炮而红 而是慢慢地沉淀了几年 磨练自己的唱功 坑努力 天赋又好 实力毋庸置疑 性格也很讨喜 没有黑料 所以它能够成为央视等官媒认可的顶流歌手 它绝对值得 它本身有足够的实力 性格讨喜是标准的劳模一枚 出权作品多 作品稳定输出 作品质量够硬 不像一些擦边的艺人 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怪热搜 它是靠作品得到了一次次的热度和曝光 属于是内娱的一股清流了 其实如果一直有关注他的人 就会发现周深一周至少一首新歌 OST劳模 他一直有参加能让他唱歌的活动 他其实一直在向前走 不是无缘无故地活起来的 周深这几年的发展速度 是小编没有想到的 就是觉得每一年都有很大的突破 几年完成了质的飞跃 十分的不可思议 周深是一个唱歌能力极强 极有特色的一名歌手 但是他还有古灵精怪的一面 看过跑男的都知道 他对朋友十分的真诚 对女生也非常的尊重 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 他私下里一定是一个可爱 对朋友真诚的小机灵鬼 大家觉得周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说要越过前方 风下必须抵着头 他们说要绕过 环岩的河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他要放下 但愿要放个路口 如果得不到心 但愿痛那就不算拥有 他也能够决定 谁的一生应该怎么活 他也能够定义 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他也未落就显动 只是单纯相信着 对生活的英雄 每场轮廓初次平凡的沉默 沿途一世迷恋别装的是我 认同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 就让每道取折每一道伤口 吸尽我的脆弱 原来演回去的泪 才能淹没了脆弱 你发现更勇敢 一生一梦相拥 还想要继续吗 有你风不吹啊 让痛苦出尽你眼眸 别怕未来的模样 不负曾经的凝望 有多少理想 就有多少字穿长 那沿途的风浪 也不过就这样 这银路光景 有你在身旁 要承认 要承认 要不忘 要勇往 要勇往 戏风了 入患了 你还在等什么 回首了 再见了 别不想回头啊 伤心中的梦啊 去追 ف 让我一世伤痕才错过 愿你记得 愿你哭过 不惧脆弱 不惧脆弱